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四毛骨 我还在乔丢啊 没得更啊 喂 老婆 我没得更啊 我还在做地园啊 像是新发现 我们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亚新 说到种田呀 大家想到的一般 都是上了年级的爷爷奶奶 但是你知道吗 在株洲的群峰镇 有这样一位80后 他最爱的工作 竟然就是种田 他是谁 我们一起去到天找找他 龙哥 喂 好远都听到 你的打电话 今天是有什么事情吗 哪有时间呢 天天要种田呢 那我今天真好 没有多少事我就帮你咱 给我工具 好远都听到 我们开始要搞什么 我们现在把这个田整坪 把这个高的地方 填到这种低的地方 别看这个一点点这个小问题啊 要搞坪点 做起来很难呢 龙哥 像你有多少亩呢 承包了有一千 一千亩多一点点的 我主要负责 机器那一块的管理 这边 我老婆就协助我带着工人 搞这些事情 正是凭着这份热爱 龙德云把一千亩水稻 打理得井井有条 成了群丰镇出名的水稻种植大户 不过在十二年前 他的这双手 还握着厨房的锅鱼铲 我以前是做厨师的 大概十一年到十二年吧 这个农业是2011年回来的 选择这个农业 当时是因为我们本族的田放掉了 看着太可惜了 我小时候一直在这个网上长大 我不想就上一代留下来的这种 回在我们手上的 我一直是这么讲过它 笨蛋傻瓜 我想着说在外面 能够拿到那么高的工资 在以前那个年代工资还算可以的 一个普通工资只有 一两千块钱个月 他能够拿这个七八千做管理 我觉得跟一个这种农民来讲 又累又辛苦 我说人家求资不来的 这个工作岗位你全都放弃 我说我不傻子能去到你 他就每次一小时 可能第二天 又到天天来帮忙 我是从一点一点 看到他从不懂的 从十几某天二十某天 然后再达到现在的规模 其实很辛苦之容易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想种田 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巴人和的 也是国家的一个主力军 不忘初心 认真种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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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